作词 李宗盛 曾经在一起流浪 都曾经一起失落过 在雨下 我们在一起挣扎 我们在一起思念 只有默默祈祷 静静拥抱 时光慢慢流逝 只是一辰不变的理由 谁能踏碎红尘虚伪 谁能敞开真心心扉 最爱的人 请让我哭泣 在离别的字句 代表我的情 盼我的日夜呼唤 最爱的人 请不要哭泣 我们都很累 很疲惫 只求未来还继续 只为拥抱那圣洁的我 可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怎么回事啊 你说什么呀 来来 你坐下 你原来说方美不是演员 可是今晚张太太却说 她是演艺圈里最有钳制的演艺新秀 况且今天的唱和 是个重量级人物云集的唱和 方伟他们三个小小的一员 怎么会接受邀请呢 凭张太太的名秘地位声望 是绝不会邀请这三个人的 就说李若桃花吧 她是目前演艺界大姐大 她又怎么可能和这三个年轻人齐奸而立呢 桃花大姐啊 一向很看好方伟的 处处都在帮助她 提携她 而且啊 她的演唱会 还邀请方伟去做演唱嘉宾和办舞呢 你说的这些 我并不否认 我第一次见到方伟的时候 不是也夸她形象好条件好 不当演员可惜吗 问题是 今天晚上 张太太是以过生日的名义 向全社会公告 她收你为一名 她也没有必要请方伟他们三个出席啊 可是 上次妈妈来的时候 去见张太太 方伟 黄花菜 还有宋文强 她们都在啊 而且 后来桃花大姐也来了 我才知道 张太太 是桃花大姐的姨母呢 哦 是这样 可是 上次 你和你妈妈回来的时候 并没有提起过方伟他们三个人 也在场啊 嗯 那 那我总不能十五句细的试试向你汇报啊 不不不不 我是觉得你和你妈妈 好像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我们哪有什么事情瞒着您啊 真是的 你想到哪儿去了 您就是啊 老爱犯嘀咕咕的毛病 妹妹 我还要是 不是我喜欢 下菜都 这个 娱乐圈啊 一直是 保诫媒体和市民们关注的焦点 我知道 你深爱演艺的事业 可是你知道吗 这可不是在大陆 这可不是在大陆 你以为微不足道的一点事情 这也许 就会被炒成学联大波 尤其是这个男女之事 我是希望我的女儿 能够洁身自豪 不管是不是事业有成 都能有一个好的名声 和归宿 哈喽 你说什么 喂 喂 你是不是打错了 妹妹啊 时间不早了 明天早上还要出宫拍戏 快点睡吧 爸 你也累了 早点休息吧 我这里还有片稿子要盖 你先去睡吧 爸 我给你做碗夜宵吧 用不着用不着 我向来没有夜里吃东西的习惯 喂 是我 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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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马上就到 好好 爸 你要去报社 是啊 有点急事 要我去处理一下 车马上就来接我了 今天晚上看来是回不来了 时间不早了 早点睡吧 姐 老爸又教训你了吧 爷爷 爷爷 你怎么还没睡啊 我睡不着嘛 喂 我是 刚才我和我老爸谈话 你在楼下 去啊 伟哥 老爸都走了 你还不赶快去啊 那好 那我先走了 爷爷 你把门关上啊 去吧 去吧 风阿伟哥好啊 你们都走了 我一会儿去 我一会儿去 哎 李若桃花这个人 这是狭义心肠 今天这个场合换了谁 也做不到 哎 不瞒你说啊 我还是第一次进入 加多利山道的别墅呢 是啊 我也是 哎 那可不是别墅啊 是什么 公馆 张公馆 公馆 哎 公馆和别墅 有什么区别啊 不都一样吗 我怎么总和你这种没文化的人在一起 嗯 真是丢人 公馆是公馆 别墅是别墅 哎 怎么会是一回事呢 嘿 那你告诉我 公馆和别墅的区别在哪 你说呀 你说公馆和别墅的区别何在 哎哎哎 我问你啊 可以说 看来你是真不知道公馆和别墅的区别啊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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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跟你说了 你也不知道啊 你告诉我 我不就知道了吗 你知道了 还愿我跟你说什么呀 哎呀 算了算了 赶快喝酒吧 喝半酒 赶快回家睡觉 嘿嘿 阿伟又不在家 回去那么早干什么 哎 你也来一杯吧 哼 我黄花菜发布室 说不喝酒就不喝酒 你少赢我 话不要说得太绝 酒该喝的时候 还是要喝两杯的 我说不喝就不喝 你赶快喝吧你 你急什么 你这样看着我 就像警察压罪犯一样的 我很不舒服 哎呀 你赶快喝掉就是了吗 快 别急嘛 明天又没什么事 对吧 你没事做 我可有事做 明天有戏要拍 没有 那你干嘛 你想过没有 梅梅这次来拍戏 可是两部电视剧 一部电影 知道吗 当然知道了 哎对了 这消息还是我告诉你的呢 对 是你告诉我 可你想过 我们应该怎么办吗 我们 怎么怎么办 我们是不是应该搬出去住啊 搬出去住 为什么 你想啊 梅梅在南岭 你是小有名气的演员 她来这儿拍戏 是为什么呀 为阿伟呗 这你都不知道 真是个白痴 好 你想啊 她那么辛苦 回到家还要为我们洗衣服 做饭 打扫卫生 还有什么干家务拖地 我们不让她做就行了呗 你简直是脑子进水了 进了一游泳池的水 你到底什么意思 我打算 打算这一段时间 我们搬出去住 让他们安安静静地在一起 有道理 有道理 如果他们问起来 我们怎么回答 就说我们在拖他嘛 拖他 对啊 这也算拖他 我们呀 不光要在他事业上拖他 在他生活爱情上 也要拖他 对不对 对 你快喝呀 好 两份 我请喝 谢谢 你好 我叫阿强 很高兴认识你 这是我的好兄弟 黄花菜 你好 豪华菜 对 外号叫黄毛 小姐怎么称呼啊 我叫娜娜 娜娜 你的名字和你的形象很般配 阿弩多姿的挪 挪挪 是娜娜 不是挪挪 对 对不起 同字 不同音 意思是一样的 你要是愿意叫我挪挪 也可以 那我就往那边挪挪 不要挪 不要挪 就到这 就到这 这儿 嗯 你别弄 妈 来客人了 妈 来客人了 来了 谁呀 哎呦 哎呦 你老娘家好 是你们这两个坏小子 妈 这是梅梅 梅 梅 这是我母亲 伯母你好 哎 好 好 盖娘 今天梅子小姐 是专程来看望您的 哎呀 这怎么敢当呢 快请进 快请进啊 来来来 请进请进 走 来 来 哎 请进 请进 哎 请请 请 请坐 啊 哎 请请 哎 你们坐啊 我去泡茶 啊 坐 哎 干净干净啊 我来我来 您坐 啊 你看 方伟 小帅 小帅哥 去你啊 梅小姐 在哪里发财啊 伯母 千万不要叫我小姐 叫我妹妹就好了 妈 妹妹是内地人 过来拍戏的 啊 从内地来的 啊 从内地来的 怪不得长得这么漂亮 大明星了 明星有什么用啊 只要他能够做工挣钱 娶妻生子 啊 一家人饿不着病不着的 我就非常满意了 家与护晓有什么用啊 老话说得好 人怕出名 猪怕壮 哥娘啊 您那都是老皇帝了 这年头谁不想出名啊 出了名 才能挣大钱啊 姑娘 喝茶 伯母 您先请 你们年轻人 有你们年轻人的看法 反正我觉得 做工挣钱 够吃够喝 就行了 伯母说的话 很有哲理 我没有读过书 上过学 哪懂什么哲理啊 妈 我们出去吃饭吧 大家边吃边聊嘛 哎呀 梅姑娘第一次 到咱们家来 怎么到外面去吃饭呢 你们喝茶 我做饭去 伯母 我来帮您做吧 你们走得慢一点好不好啊 我肚子撑的 走不快啊 谁让你又喝又吃的 装肚子里那么多东西 没出息 干娘做的饭好吃嘛 你也没少吃啊 反正比你吃的少 你们又都不喝酒 我舍身陪干娘喝了两杯 想让她老人家高兴嘛 呸 干娘哪里会喝酒啊 她用茶水陪你呢 你懂不懂剁菜人的心理啊 我们吃的越多呢 干娘越高兴 这说明她饭菜水平好 厨艺高 我不懂别人的心理 我可懂你的心理啊 我什么心理啊 你说 妹妹 看你这净 你都瘦了 没有啊 小肚皮装的下 我阿强啊 就往死里面吃 是吧 你看你还说 我眼看人的 臭黄宝 哎呦 不行了不行了 哎呀 怎么了 你是不是肚子疼啊 哎呦 有没有纸巾啊 快速起来 我们在前面等你 快点啊 哎 小夕啊 吵柳蛇 真的啊 这这 哎呦 那那那 那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哎 有时候也会被虚死的 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 哎 阿伟 嗯 我和阿强商量过 打算搬出去住 为什么 嗯 这样 你和妹妹能方便些 她也能够休息好一些 其实房子是公司给咱们三个人的 嗯 我觉得 还是我们在附近租一间比较好 你和阿强先住着 嗯 妹妹如果拍戏呢 我就回来 她如果回来呢 我就过去 这样公司也不会说我们的 你说呢 嗯 也好 这样也好 嘿嘿 这样好吗 嗯 嗯 真不好拿 嘿 回来啦 嘿 请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觉如何啊? 这是我们的家? 是 我们去吃东西吧 好啊 那个亮子好像是方伟啊 不是吧 你想帮我们想动神经了 来看看 请问你是小文哥方伟吗? 你们有什么事吗? 是 小文哥 能帮我签个名吗? 帮我签一个吧 好啊 签在哪里? 哪呢? 就这吧 签这儿 不太好吧 好 那就这儿 好了 谢谢 谢谢 今天给我也签一个吧 好啊 好 谢谢 我们很喜欢看你的戏 是吗? 在李若桃花的演唱会上 你唱的真好 你们都去看了 当然看了 你们李若桃花万五 真是太帅了 谢谢你们捧场 谢谢啊 小文哥 你的歌集什么时候出啊 我们好多人都等着买呢 应该很快就要上市了吧 希望你们喜欢 好 当然了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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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听两个小姑娘讲方伟方伟的 应该就在这附近啊 小姑娘给的签名 写的就是方伟的 好不好啊 可能是有人长得像方伟 小姑娘认错了 那边呢 那个人呢 是江错就错 冒充风伟 无论签名 这点什么人都有 那边没有啊 那就这边 走走走走 把灯收好了啊 梅子小姐 交给我吧 方圆 是不是还要再拍一次啊 我刚才已经告诉巨舞 我收工了 梅子啊 过来换服装 你们先等一下 梅子小姐马上过来 导演 你找我有事啊 也没什么大事 我想 你是不是跟方伟在拍拖 真是这样 导演 我其实和方伟 不是现在才好的 其实他在内地拍戏的时候 那时候他还 他还默默无闻 我们就已经在一起了 啊 请你不要误会 没有别的意思 我只是 听到一些传言 想说 说几句忠告的话吧 谢谢导演 您说 我在娱乐圈里 打拼了几十年了 这里面 分分合合的事情太多 复杂性也很大 尽管你在这里也拍过戏 但是认识你的人 还不多 我可以这样告诉你 艺人是没有隐私的 谈恋爱 不是简简单单 你们两个之间的事情 你和方伟在一起 不是不可以 但是如果在公众面前 表现得太密切 过于亲密 就会失去很多的 范子和支持者 而这一点呢 才是最可怕的 我在片场 看到过方伟来找过你 最近又听到一些 你和他的传言 我没有和方伟合作过 但是他的口碑相当不错 于是公司正在全力扶持他 拍戏拍广告演唱 可以说他现在正处在事业的上升期 而你呢 上一部黄子婷的电影 已经有了一些好的影响 等这部戏拍完一播出 你会有一些知名度 更何况你是名人张立军的干女儿 李若桃花的干妹妹 我想 至少要等你的名气稍大之后 再公开你和方伟的关系 否则 不要说是猪幼苗 即便是一棵大树 也难以抵挡得住 台风的袭击啊 我明白了 谢谢导演 我听说公司给你的宿舍 你一直没去住 是的 如果你相信我 就听我一句话 不要单独在外面住 花钱多少且不说 你会招来一些不好的议论 既然玉浦兄那里有一套房子 你可以搬到家里去住 在家里跟家人在一起的女孩 总会给人一些乖乖女的印象 你和我父亲认识啊 他知道你在我手下拍戏 让我多指点你 您对他讲了我和方伟的事了 你父亲那个老古板 我怎么能跟他说这些呢 我只是给你提个醒 方伟杜剑嘛 谢谢丁伯伯 我知道您是好心 我会考虑的 喝口水 我还有一场戏啊 就可以收工了 你刚才演的黑社会马仔真好 特别像 是吗 这部戏的文系特别多 我最擅长的是古装武打 你还会武打 那当然了 你看过书界半军行吗 看过 方伟演的小文哥嘛 对对对 那里就有好多啊 我和黄花菜方伟演的武打戏啊 我只记住了方伟 你演的是谁啊 小文哥在深山里养伤 你还记不记得 记得记得 他到山谷里采药 遇到了几个土匪 其中有一个啊 就是黄花菜演的土匪甲 后来和小文哥打起来了 哎 最后寡不敌众 小文哥 就冯山崖跳了下去 在山沟里 遇到了一只 老虎 没错没错 小文哥就和老虎打了起来 那老虎就是我 你 真的真的 没有骗你 你可真到 哎 我当时呢 穿着虎皮 戴着虎头 阿强 赶紧上场了 哎 你等等啊 我马上就回来 我马上就回来 哈喽 黄花菜啊 我今天收工早 做了几样小菜 你和阿强一块过来吃吧 阿强拍戏还没回来呢 你也挺辛苦的了 我就不过去了 你给阿强留个字条嘛 让他回来就到我这里来 阿伟刚才打过电话回来 他马上就回家了 你和阿伟吃吧 我这还有方便面 就不麻烦了 饭菜我已经准备好了 很简单的 你就不要等阿强了 就过来吃吧 谁的电话 黄毛 我让他过来吃饭 他说他还等阿强回来 就不过来了 行给我 黄毛 喂 阿伟 你回来了 让你过来就过来嘛 怎么这么啰嗦啊 你怎么这样说话呀 嗨 我们兄弟啊就是这样 十分钟后 他准到 你累了吧 歇一会吧 来 来 坐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和你在一起 一点都没感觉到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和你在一起 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 我狠狠地把地球打个塞子 让它停止转动 我也非常开心 仿佛一切烦恼啊 都抛到了九霄云外 我自己都感到很吃惊 我怎么变成了一个 下不够的人呢 我是一个乐天派的人 我们的同事和朋友 都愿和我在一起 你要是有什么不开心 或者为难的事情 你就和我说 我保证让你度过开心的一天 自从那天认识你 我的第一感觉就是 你不是一个坏人 我当然不是坏人了 你要问我周围的朋友 他们会一口同声地说 阿强 好人 这几天 不管我有多苦 多难 只要一想到 一会就可以见到你 我就什么都不在乎 什么都可以忍耐了 你怎么老是苦啊难的 你这么好的一个女孩 怎么会有什么苦啊难呢 我 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 这么不好 我认为你好 要是有人说你不好 我就拉着黄花晒 当然 不拉着黄花晒也可以 我找他拼命去 你千万不要这样 打打杀杀的事情 哇 好可怕 你不愿意的事 我当然不会去做了 我可以和他们去讲道理啊 你别看我平时笑眯眯的 黄花晒 他们可佩服我的领压历史了 我们三个兄弟 不管走到本港 内地 还是西马太 有关 订合同 签协议 收钱的事 全是我一个人搞定 他们是不灵光的 你口渴了吧 我去给你买点水啊 不不不 你在这等 我去 怎么能让女士买单呢 娜娜 你等等等等 还是我去啊 阿强 你挣钱挺辛苦的 我今天看你拍戏 才知道做演员的有多么不容易 头顶烈日 一遍一遍的做动作 讲错一个字还要重新做 阿强 钱还是节省的用才好啊 娜娜 你真是个好姑娘啊 我不是你想的那么好 你干嘛总说自己不好啊 以后再不要对我说你不好啊 不然的话 我就真生气了 好 阿强 你回去吧 我再送送你 不用了 真的不用了 那 好吧 那 明天 你有时间吗 应该没问题 那好 明天 我们还是老地方见 嗯 明天见 明天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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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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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竟敢在外面掉开了 小子 别再给我装了 不不不我不想听你解释 我一猜就知道你在这里 你没看见我的字条啊 我根本就没有回家 看什么字条啊 我在楼下一看 窗子是黑的 就猜到你肯定来这里了 哎 你还没有吃饭吧 我去给你热 哎 不用了 我和娜娜在街上吃过了 娜娜 你还不知道 黄花菜已经跟我说了 是阿强新交的女朋友 哎 嫂子 我可没讲是女朋友啊 我是讲啊 她这么晚不回来 肯定是找前些天 泡的那个妞了 哎 用词不当啊 娜娜可不是什么妞 昨天她和我讲 从来没有看过拍戏 我说 那还不是小事一桩 今天 我就带她到现场 去看我拍戏 我们俩后来就一起 嗯 你请人家吃的饭 人家啊 还点了乳哥 平鱼 鸡毛菜 四喜丸子 还有一碗面 错错错 你以为娜娜像那个阿彩啊 嘿嘿 天让之别 娜娜不仅不让我多点菜 最后是她主动买的单 我为她买水 她也不让买 后来呢 她说拍戏很辛苦 叫我呢 花钱要节省 真的 那当然了 我还骗你不成 好吗 你我兄弟一场 我还跟娜娜吹嘘 王华菜的武功 是多么多么的了得 哎 二伟 嗯 妹妹 你们看 她竟然如此的 看待我的女朋友 是可忍 孰不可忍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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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是说 你跟我眼看人憋 哎 你还骂我 哎 不不不 我说我 我说我 我自己 我自己 记住没有 不许她这样坏话 好 我知道了 哎呀 别别别 看来呀 阿强是真的喜欢娜娜了 当然了 像娜娜这么聪明 又体贴的姑娘 百里也挑不出衣啊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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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都是到了一个小路口 他就不让我送了 你看 你连人家的底细都不知道 还说他好呢 就是对我好嘛 你们分手的时候 有没有说哪天还见面 当然有了 明天 明天 不可以这样吧 明天一早 我黄毛还有妹妹 我们还要起早拍戏呢 明天我也有戏 那我们如果是工早 跟你一块去看看吧 好啊 太好了 明天一块去看看 妹子打电话来 说要我们俩来他们家吃饭 我说你还没有回来 我就不去了 我要在家等着你 好兄弟 正巧啊 阿伟回来了 接过电话就要我先过来 那我只好给你留个字条 就来了 华装师 来了 来 给演员补妆 快点快点 方先生 你的戏演得真好 我妈妈特别喜欢你 等会儿收工的时候 能帮我签个名吗 我想让他老人家高兴高兴 没问题啊 不过一会儿你要提醒我 一定会的 没有拿到你的亲笔签名 我是不会放你走的 谢谢啊 好了没有 好了 好了 谢谢啊 谢谢啊 风铃啊 这个镜头是拍你啊 很焦急地找人 脖子要发慢一点 但是表情是很着急的 知道了吗 知道了 导演 好 预备 开机 方先生 再往左站一点 好 道远 可以了 开始 眼睛真好啊 你看啊 说着急就着急啊 停 你不要讲话好不好 对不起 对不起啊 现场安静啊 现场安静啊 没客人 无论过去了多少年 无论过去了多少年 还忍不清的 还搭着我记忆 是狼还是你 曾经是忍了我的眼睛 那洁白唱起 那洁白唱起 让我想起了最爱的你 让我想起了最爱的你 我爱的你 我爱的你 我爱女孩的故事 都让我难以平静 我曾在海边流浪 我爱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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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洁白唱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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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想起了最爱的你 我爱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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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给了我勇气 我带着记忆 告别了爱 告别了你 许多年以后 还是想你 忘不了